第一份工作就是我现在买下来的这个公司 我觉得还是挺有缘分的 稍微你能跟大家说一下 你当时进到第一家公司 那个entry level的job是做什么的 我刚开始进去是做预算的 然后当然我做预算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到最好 预算更多是文值对吧 对预算更多是文值 就是说你做工程量清单 然后你帮客户做ABCD的那些stage的这些预算 明白 然后你要就是你的责任就是说 你要把图纸上有的东西全部算出来 根据一个市场价去套价 国内就是说用广联达什么的 我们这边有RS means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把你的工程量清单算出来以后 你用单价去套价 然后把整个大楼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盖算 盖预算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呢 你要跟甲方或者是开发商 去开会 然后让他们做这个销售定价 做他的这个成本的这个 成本的这个策划 让他能对市场涨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建造价格的一个掌控 这样对他来说的话 就是说他某就是这个楼某些地方要改动一下 怎么样牵扯到他销售成本 牵扯到他销售利润的时候 他心里面比较会比较有一个稳的一个规划在里面 对其实这是最基础的一步 这是你做项目最基础 你得知道我就是一个螺丝钉 对 这就是我在做这个公司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我就是整一个项目里面的一个螺丝钉 那像这个职位如果放到今天 这个做这种建筑这块的预算 一般的薪资的这个区间是多少呢 entry level的话可能在5万多一点吧 然后刚进去的话 然后你做到intermediate就是中级预算师的话 可能会在8万左右 然后你做到高级或者chief的话 可能会在12万到15万的样子 那还很不错的 做预算也还不错的 对啊 就是说加拿大笼统来说北美的这种社会体系呢 他就是说不会让一份工作远低于另外一份工作 他就是这一点比较公平 就是说我包括我下面一个做预算的 他要是做了20年的预算 他奖命 我觉得啊 他奖命都会比一个10年工作经验的项目经理 可能要拿得多 对做到极致 对 那当然你要做预算要往上爬 有瓶颈 就有瓶颈 瓶颈很大 就是说你可能顶多也就是首席预算师 对吧 你最多也就是 最多最多也就是预算部门总监 但预算部门它是一个职能部门 它不是一个管理部门 对 预算部门这个职能部门是用来服务于 项目管理这个 对项目管理才是整个公司的发动机 才是它的这个利益来源 对吧 对 这个也就是说 它是服务部门 也就是项目管理部门实际上是 军师吧 军师也就是大部分从建筑专业毕业的学生 最下最好的一个出路 是的 因为它上升的路呢 有很多 对 项目管理呢 它分 总的一个总管理 还有个厂现场的场地管理 我是在总管理这边的 场地管理那边的 跟项目经理对接的那些人 都是叫 superintendant 就相当于 国内的 施工项目经理 然后呢 国内施工项目经理呢 他要向上汇报的话 一般就是汇报的 他项目上面的项目经理 对 然后项目上面的项目经理 向上汇报的话 基本上就是项目总 就是国内的一套体系 跟这边有点类似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说你 如果说是项目管理 你正式进入了你的管理职能 管理部门的核心部门 对 你刚开始进去 可能是project coordinator 就是说项目协调员 对 或者是project engineer 或者是side engineer 就场地上的工程师 对 这就类似于国内的施工员 那你看 你最开始 你是一个预算 做预算的 你后来你去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职位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你 我不放弃 一定要不达目标 不把修的 我当时就说 我一定要把自己手上这些预算 要做到最好 让我老板无可挑剔 对 这个时候 你才会 你才能有资格 说 我想去尝试一下别的部门 我想尝试一下公司的核心部门 不然的话 如果说你手上的事情 你都没有解决到最好 没有做到最好 你的上司或者你的领导 凭什么给你更深度的 更有深度的一些职位 对对吧 就是说我当时做好了以后 我就不达目的 我一定要转到项目管理部门 因为我不想在预算部门上面 待很长时间 对 因为你在你25岁到35岁这段时间里面 每一年 它就是影响着你的整个人的一个 精神面貌 还有你的职业技巧 对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 他就是说在为你之后做 做不做管理层打基础 对 就是当时我做了这个决定 然后我就直接跟我领导谈 我领导不想放我走 但是呢 我就直接找我 因为你做得好 对 这就是 现在你做老板了 以后要考虑到的一点了 你要平衡你的人才 对 然后我当时还是气而不守 我就说你看 我也能做得挺好的 你不相信 你招一个人进来 我来劝引他 我来教他 我把他教的跟我差不多好 你让我走 这个点也很重要 就是说你自己如果想往上爬 你下面一定得有个人来接你 是的 本身也就是这个样子 对 如果你没有人能接你 老板不会放你走的 是的 要放你走了 对公司来说 就损失太大 对 万一 对吧 他正好没有职业缺口 那放你去另外一个部门 你正好是那边的 增加的人员 但是我这边还缺人 等于说他一下子招了两个人进来 对 而且你说建筑行业对吧 他其实工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一个行业 对 你跟做金融的没法比 但是做金融的人花的时间也多 我们不用花这么长时间 就每周工作时间大概是多少呢 每周工作时间的话8点到5点正常来说 我自己的话肯定是8点到9点8点到8点的样子 嗯 对因为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公司要做嘛 而且你做到这个高级项目经理这个职位了 但通常来说就是早八晚五 早八晚五 然后一周双丘 OK 我觉得说实话来说 这个工作除了在场地上有点危险以外 它包括就是说施工过程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危险因素 对 其他来说 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还是很热爱这个行业的 嗯 他不会说你跟做马农一样 他们就说要花好长时间 还要检测代码 敲代码 让你发到一大堆事情 当然个人有所爱吧 我也不能说过度评价别人 对对 而且这个行业也是越老越吃香 对这个行业就是说 你积累的经验越多 对写马的话 他就到后面就面临着 写不动啊 什么的 对写不动啊 他其实跟我们这个行业一样 他一样也要往管理方面 要管理 要从一个技术往管理方面转 你才能最后能往能爬上管理层 而且你一模一样的 而且你不需要在自己 就是怎么去 有很多家庭的责任的时候 你要去天天熬夜 是的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当时选择 在加拿大留下来的原因 就是有这个work life balance 对 对 那说接着刚才这个话题 就是 呃 就说我如果是要申请别的职能 就必须要让你自己下面有人可以替代你 对 然后而且你还要做得相当好 对 你才能去申请去别的部门 我这也是我如何教导我现在的一些下属 他们有些人刚从大学毕业出来 他这个职位这种就是什么学历都是比我好太多了 嗯 但我们这行没有phd啊没有博士 但基本上很多都是master of engineering 而且都是大名校出来的 呃 他们有时候就沉不住气 干个一年 没有那个沉淀的沉淀的心情 干个一年立马就想要说我要去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地方 但是我其实心里明白的很 你还没到这个级别 对 不是说我故意压着你 是你确实还没到 因为你也给我准备的这些东西 你都不会自己检查一遍 你给我的时候我还要给你检查一遍 有时候都是错的 对对对 我都不好意思指出你 还怕打击打击 对因为在加拿大你这个你不能直接就说你你这个东西做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对吧 你还要给人家一点余地说我检查一边我给你给了一些批注对 但但真的是站在管理这个者的一个角度就是什么时候是把这个活给做漂亮就是你把这东西给到我我立马能用 对对我立马就是我不用担心我要不要检查一遍的时候才是最好的对不然的话你说我头不头大我 我自己本身就已经很忙了 这是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的工作原因对我给你的工作原因不是因为再给你做一遍 对这样跟老师一样我还得给你批改 然后我还得给你开始勾资 对就很没意义 对 然后呢 讲回就是说近身的这条路场地上的就是说从场地上施工员 包括 呃工场地工程师驻厂工程师或者是项目协调场地项目协调员这些人的双生之路呢 基本上就是你会进入到一个APM System PM 就是说项目经理助理 嗯 项目经理助理这个职位呢你可能会呆上三年 比如说你在你entry level这个职位上呆上一两年对吧 对 然后你进入到项目经理助理呆上三年 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考核你的指标 就是说你能不能具有独立带项目的能力 对 你的你的领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来就是来帮助你管这个项目 检查你作业 对 其实APM的人提上来的作业其实你不应该检查的 嗯 如果说他还是要检查他应该是提提不上来提不到这个职位上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考察的就是说你跟你你的交流能力 你在这个项目经理助理的这个职位上呢基本上就是考察到你的交流能力 你跟甲方 你跟分报 你跟顾问方如何交流 如何传达准确的信息 对 如何把这个项目运营的更流畅一点 然后你在这个职位上像我说的待三年以后你再进行你的考察 就正式进入到项目经理的这个正职的这个职位上 嗯 在项目经理这个正职的职位上 你在待可能做完一个项目或者做完两个项目 对 每个项目可能三年 两年到三年或者两年到五年不等 取决于项目的大小 对 如果项目越大你的职能就越小 项目越小你的职能就越大 就这么一回事情 那你当时是在预算待了多长时间 我在预算待了三年了 待了三年 然后呃你毕业的年是二十几啊 毕业的年二十几啊 二一三年 一三年 一三年我是二十几 二十四 二十四 待三年二十七 然后你你开始做那个项目助理 然后我我没有直接做项目经理项目助理 我直接跳槽了 我直接跳槽去了 开发商 也就是他当时他没同意你 他也不是说没同意他其实同意了 我其实职位还是预算 但是我其实已经帮很多项目经理已经在做事情了啊 就你当时在工作之余 除了在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做自己公司的事情 你也在在这个其他的这个项目上去overheld 对 所以说因为公司当时没有找到代替我的人 然后然后我继续做的预算 同时我还做的项目项目管理上的事情 但是是在其他地方 对没有在其他地方同一个公司里面 哦也就帮别的项目经理 免费要不要钱 不要钱 不要 就是说 就等我了 但我合伙人当时给我工资每年一跳都是相当大的 明白 都是百分之二三十 就是说即使我在其他岗位现在没有一个一个就没有一个岗位可以给到没有个正式的岗位给我 但是我其实已经在做那方面的事情 明白 这就是想要的心 就是我想我想我想去做 我就是一定要我无就是说我就算是免费我也要去做 帮你做一点 我也是在学习 我这个阶段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对我来说其实钱没有那么重要 你多发点给我多少发点给我最后还不都交税 对 然后但是呢我学到的东西是无法复制的 越年轻的时候能学越多 你能代表就是说你记得越多 对 等到你年龄上去了以后 而且失措成本更低 失措成本更低 没有家人就没有老婆孩子那种压力 就是一定所以一定在年轻的时候能多做就多做 长期主义者不要单不要这个看那种眼前 对 对吧 我就是说你的境界 对 我今天什么多干一小时多赚二百块钱 没必要 没必要去纠结这一点 你等到你事情都等到你万事俱备 指签东风的时候一切都会随到取 随到取撑的 对 那你后来跳槽到哪个 开发商 就跳槽到现在的这些 没有 我在开发商待了一年 然后这一年呢 其实我说实话 我没有学到很多就是技术上的东西 因为开发商这边讲技术还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都是资金金融 还有设计还有批复拿到政府的这个报区报件 然后这一点最重要的给我一点能力就是说能让我进入到现在这个职位上面来 就是他帮助我的一点就是说让我跟在开发商这个职位上面 我跟市政府的人打好了很好的关系 这一点是让我提升比较大的一点 就是说我跟政府的人认识了很多人 通过开会通过项目 对吧 因为你要你在加拿大做项目 有个行业积累 是的 你要跟他们认识 你要跟他们去开会 你要去报 就是说你要报批报件 上当中有来说 对吧 你这边有ZBLA ZoningBattle 对吧 SPA 然后你要做Building Permit 对 这些东西全都是我在这个阶段积累的 这就是让我为什么被现在这家500强选中的原因 因为首先他看中我就说我有City 有市政府方面的人脉 对 他能更快地把他这个项目批下来 对 这点是帮助相当大的 最后让我能转型成为 就是说高级项目经理 也是 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 对 反正就是说话说回来 就是说 就是晋升路线嘛 你 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项目经理助理 对 上面就是项目经理 然后项目经理分一二三 三是最小 就是说刚开始你升到项目经理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三 你还需要人家资深一点的项目经理 要带着你 对 我们往前走 然后等到你变成二的时候 你就基本上是具备独立运营项目的能力了 对 然后你变成一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说你离你 升到高级项目经理不远了 基本上你在这个项目上 你不用再管很多技术方面的东西 你要就是说如何帮你团队能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更有效的进行管理 然后更有效的就是说把这个项目做好 节省时间 节省业主的开销 能跟分包进行价格上的讨价还价 对 如何能买到最好的合同 对 这个观众朋友们还会是家长也可以看一看 就是邵友现在他所在的这一个高级项目经理 所需要的这些责任和智能 对 就是如果说大家也想到达这个职位的话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有的话就是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没有的话我们就叫什么 就多去学习吧 对 其实学习算不算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性格三观都不一样 说实话我只是把我的理解 跟大家分享出来 供人家参考吧 供大家参考一下 是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可复制的嘛 对 所以说可能大家会在各自的过程中碰到各自不同的一些困难 还有你的好运 我相信 那包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你看你这一路其实怎么说呢 不管是遇到贵人也好 还是说不管是运气也好 还是说你通过自己努力也好 反正你现在到达今天这个职位了 那你作为高级项目经理 你是要管非常多的 就是你要协调各方面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利益 对对吧 甲方乙方 全盘的 对政府全盘的一个利益 因为你是一个项目掌舵人嘛 那你到达这个位置 你作为一个华人来说 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族裔的这个问题 哇压力善大 这个就是一个一道隐形的屏障 这是为什么我们公司的三个华人 不是说自己好吧 别人也不能说踩别人 他们确实就是说是在公司里面待的时间还是跟我差不多的 但他们就是说还没有到跟我一样的晋升速度 对 还没有这么快升上来 我觉得最他们和我最不一样一点就是说 首先我的性格 我就说我有什么事情我一定要自己去争取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语言和平衡各方 如何用你的语言去平衡各方利益 然后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上 看待问题 这我刚刚也提到 我就说你一定要是比较objective 不要立马就生气 就这一点 华人就是比较欠缺这一点嘛 所以说你作为项目 项目经理或者项目总 你如何去看待 就是说所有project stakeholder 就是说所有关联人 比如说你在开会的时候 人家提到一个问题 大家都没有探讨过 你如何把这个问题 就是说能放到这个台面上来讲 然后要保证各方面 不会在这个会议中起冲突 因为你毕竟项目还是要运行的 对吧 你不能说只能两方直接就开始spot 然后如何把这个问题迂回回来 如何把这个问题 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一个方案中 是这个解决的方案 必须对所有人都比较能接受的 因为它肯定如果说是它出了问题 它肯定是要么就是工期 有延期 要么就是价格会上升 它cost implication和schedule implication 绝对会占其一 或者两个都有 对 这个时候对业主来说 它其实是很难受的 因为可能最终买单的都是它 但是你要站在中立的角度上 去看待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你要investigate进去 要调查进去 然后对你来说你的lesson learn是什么 就是说通过这个事情 你学到了什么 对 然后在这个事情的调查的过程中 你要不停的给业主一个汇报 就说你的risk是什么 你的危机是什么 但是你有什么 在危机之中有什么opportunity 如何去挽回这个损失 就是作为项目经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一个宏观 一个大局观的一个 你需要有这样的能力 是的 就除了说要有这个经验以外 就要有这个能力和经验以外 其实邵勇有一点没有直接说出来 但是是非常必要的 就是你在这种北美 你作为一个华人 一个少数族裔强势 你虽然是强势 但是你要有一有这个能力 能压着人家 就技术上我认你 第二是你确实你有这个同情心 同理心 对 你让我感觉你care我的利益 就要让各方都要他们能感受得到 你没有在偏袒另外一方 对 还有一个就是文化 对 因为你所有的 你就像这边的builder 很多什么犹太意大利 然后包括你公司里面各种其他的族裔 你想到到达这个位置 不仅仅是你要有这样的能力 你从软实力方面也需要非常强才可以的 你要去理解他们的文化 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 是的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我之前有听一个 没错了 有一个海外国主有说过 就是说 为什么说中国 就是华人在海外 比较难在一个老外的公司 做到很高的一个职位 这个我觉得 确实有这个屏障 但是你说比较难嘛 看人吧 对 说实话 我在我们公司没有见到比我高的华人 但是我在很多厉害的跟我们对接的顾问公司 对 或者是业主方 同样都有人华人做得很高 对 当然他们不就是可能会是CBC接受了北美本地的文化 可能也是留学生过来当时 但我觉得我见到的几率还是相当多的 就是证明 就是说你留学 你过来留学 然后你也继续工作 然后到移民 有这个 然后成长上去 绝对是有这个潜力 对 你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是有的 而且有一点就跟大家想说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就是做这个频道的 有一个原因是 也想说是把华人在这边那个留学和移民 还有这个工作的经验 真实的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少走弯路 因为我一直感觉是 我们一定是各种族裔 它一定是你在其他的国家要抱团取暖 你才会大家走得越来越好 而这个我 我之前听一个海外博主有说过 你看印度人为什么在 在一个行业他升的比较快 就是因为他们的感觉是一堆印度人 把一个印度人给拖上去 然后这一人都要鸡犬三天 对 然后一个人再把剩下几个人 全部拉上来 全拉上来 培养他自己的亲信 培养自己的亲信 这是全数 其实就是等到你升高了以后 你才会要去考虑的东西 其实跟国内是一样的 一模样 一样的 领导就要培养他自己的班子 对 你是比如说大家是同学校友 哪个学校出来的 或者是老乡 哪一个村出来的 哪一个城市出来的 一样的 但是可能 现在很多华人为什么会感觉往上升会比较难 就是因为你没自己的班子 你上去了以后 你光杆撕裂 然后你想想 人家对吧 你的竞争 同级别上面的竞争对手 他手下确实有一批听他 然后立马能干活的人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对 就是说华人在这方面确实是稍微欠缺欠缺一点 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跟Alan有讲过 小马哥有讲过 就是说你人家大部分人都觉得权力来自于上面 其实权力就是来自 其实不来自于上面 来自于下面 来自于下面 你自己的部队有多厉害 就代表你自己有多厉害 将军不可能自己去打 将军都是士兵为他冲杀对吧 对 其实回到你刚才你有说到 就你为什么能说在开发商干一年以后 就跳到世界500强了 有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有自己行业 行业积累一个人脉 其实我们回到 在一个公司里面也是这个样子的 你下面的 你如果没有一个自己的人脉 你跳到一个新公司 你没办法给这个公司带来 除了你以外的其他资源 你是不可能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岗位的 因为你那时候你的能量只是一个个人 而你在开发商做的那一年 包括说你之前在建筑商做的这些事情 你已经有自己的沉淀了 所以说别人招你 不仅仅是招你个人的能力 而且招的就是我的资源 对 你后面所有的公司都是提供一个平台 然后再用这个平台 把它员工的价值 它的资源 说的难听一点就榨取出来 然后变成他公司的利益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东西 公司找你来 也不是就是说让你来这边 每天就上上班昏昏日子 你能在这里待下去的价值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个体 如果说你是一个项目上的螺丝钉 或者公司里面的一个螺丝钉 或者一个部门里面的螺丝钉 你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要作为厉害的人物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资源 这就是为什么有谁 包括国内也是你一个部门里面的一个大大佬走了 他带走一拨人 对 带走一拨客户 对 然后他去别的公司 他就是为别的公司提供这一拨资源 对 别的公司又为什么就可以给他开比较更高的 对 是因为人家带着资源走的 如果你什么资源都没有 你到高管的话 你必须要带着资源 对 你没有资源的高管 人家是不会轻易开几把工资给你 对 对 这一块就可能说 因为邵永的在这边的职位比较高 我们讨论的会比较高level一些 但是我们回到任何一个行业 任何一个职位 大家都要清楚自己的价值 就是为什么你的新的老板 或者老老板 愿意花更高的价钱来雇你 给你开更多的offer 不是就你自己能力的提升 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年龄很有限了 你更多是你在这个行业的一个积累 对 对 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 对吧 一个mindset的话 你可能就真的就只能远低踏步了 而对于这个留学生的一个警示 就是说 你不要说死读书 你那个死读书是 就跟你个人能力一样 你多个那个零点几的GPA 却对于老板来说 没有感觉的 对 你可能就是一个考试 你你做的比别人好 但是同样 如果你的这个竞争对手 你的这个同学 有人经常去做volunteer 有人经常 有人在你去啃书的时候 他还能multi tasking的去做一些 这个比如说打一份工 对吧 做个实习 或者帮一下他 人生中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人 对 或者是行业里面他认识的一些人 但是这个人需要他一点帮忙 但是这个人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吝啬 或者是也不愿意就说付出太多 给钱 直白着就是不愿意给钱 然后你也愿意帮他 你从中学到的其实有时候是知识 还有点有时候是他带来的一些资源也有可能的 对 其实就像乔布说的嘛 就是说人生就是不停的画点 然后把所有点全部连到一起去 最终你散落在各个地方的这些 偶然间的这些事件 或者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付出的一些努力 它都最终都会连成到一线 会变成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会祝你成功 祝你上位 这就是最后你才会 对 最后你才会意识到 就是说我可能几年前做了这个事情 到现在突然间真的是帮了我好多 对 如果说没有那件事情 我可能在今天这个节点上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顺利 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 就我 有时候会很幸运 我跟很多在这边 就是已经well established的朋友在聊 不论他们是自己开公司也好 还是说在这边大公司做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也好 所有的这个 就大家在分享军力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一个共同点 就是能改变他职业发展 或者能让他迅速往上走的那一个就那个事情 就不是说谁给你了多少钱你去做的 而大部分都是说因为广节善缘 做了一个哎 无意中做了什么volunteer啊 或者是帮了一个朋友啊 就成了 是的 这个真的很奇妙啊 就是我虽然我是唯物主义者 但是这种有一定的玄学 玄学 有一定的玄学 对 对 所以说这一块也是跟这个各位同学说一下 就是如果说在你们上学的期间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不妨去呃就是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不要想着啊 这个一小时我我白干了 所以你要多给我多少钱 而是说一小时是小事了 那基本上 基本上你投入还是挺大的 说实话 在在你当时这个环境里面想到的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投入还是挺大的 对 对吧 你也是 你不也有这个事情吗 都做过嘛 对 都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你现在回回过头来想你你收获的一定是比付出了要多 或者就是说你实在是没有什么呃这个呃金钱上面的一些收获 你收获的是一个经验 还有就是说呃你今天别欠你个人情 明天你有什么help的时候他也会帮你嘛 对对其实都其实大家都是人对吧 包括那些大佬 可能你以前曾经是仰望他们 但他们成长的路其实就跟你最后成长的路 其实就是你之后要成长的路其实很多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所以大家真的是在北美啊 那个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呃怎么说呢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局限 我们作为这个少数族裔 但是同时我们也有自己天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就是只要大家能掌握到怎么去跟老外 其后还有其他种族交流的那个点 对 然后你你我们在作为有中国的这么呃这样的一个资方的一个一个背景 或者是一样这样的一个人脉积累 在一个行业里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的 是的对吧 你会那么多语言 然后懂那么多的文化 呃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的一个资本 只是说看如何去对待这个问题了 对对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优势 你也可以说我我一文不好是一个劣势 但你英文不好你可以提高吗 是的 对 你让老外想去把一个中文说的跟我们英文一样好 不可能的 不太难了 绝对不可能的 对太难了 你包括有名的那几个人也没有不至于像我们这个样子 对啊 还有点就是说 其实你不需要英文 此早有多华丽 你只要你的email写出去 你表达的准确表达的准确 然后你要保护你自己公司的利益 不让你的语言里面有任何肉动 不让别人抓住这一点 就说你没有说好 因为这些对于项目经理来说 就我们这个职业 这个这个行业来说 扯皮的事情是相当多的 这个在国内也是相当常见 分包跟我们总包扯皮 或者分包跟业主扯皮 我们跟业主扯皮 对吧 这些事情是相当多的 你email你书写的方式 你不需要此早用多华丽的 但是你一定要用准确的 然后一定要用无懈可击的 就是说你这个对你来说 我觉得思维很重要 不能说我脑子一热 我一拍板 我就说我这句话就一定要出去了 这个是相当错误的 因为很多 包括你在看国内的电视剧 你会发现稍微动不动 两个人就吵架 就脸红脖子粗的 其实这个是相当不好的 因为脸红脖子粗容易让你犯错 一旦犯错 情绪一上来 情绪一上来就容易犯错了 不理智了以后 你就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这些出格的事情 最后都会以危机的形式反馈回来 对 这点就是说你要危机管理是相当重要 今天跟邵友聊的真的非常愉快 然后他真的也是无所保留的 就把自己当时走过的这些弯路 和学到这些经历 分享给观众朋友们 真的如果说大家能看到这期视频 看到现在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收获的 因为我们聊的东西已经不仅仅是 你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 然后你要怎么去找你第一份工作 然后怎么去做一个做到中级 而是说如果大家想做到高级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其实道理是相通的 对对吧 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第一 大家在这边学历没有那么重要 有能力远远大于空有学历 对空有学历 这个第二 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想要的心 你看邵友当时找工作的时候 就是鞋自行车去一个一个工地上去 去真的去做research 去实际去问 然后那大家很多现在留学生 你就海投个简历 这个模板都是千篇一律的 也不知道改一下 这我之前招那个老师的时候 招英语老师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一个 就就他他上面明明写的是 他找的是这个其他行业的工作 然后他来投我了 就是海投 就这这这种也是不行的 就大家要有针对性的去找工作 第三点就是 呃大家如果是想在北美立足 想去呃做到管理层 一定是要语言肯定是你绕不过这个大关 你今天想尽办法能 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想给他毙掉 你早晚还是需要 面临这个面临这个挑战 对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对 然后呃还有就是说 如果大家想在呃这个北美大公司里 做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职位 一个岗位 呃能力已经怎么说 一定要有能力 但是最后能帮助大家 做到这个职位了 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管理能力 对 然后你的这个沟通能力 陈府 陈府 还有就是你 你是否给公司带来了 除你以外的其他资源 是的 大家注意这几点 一定可以在这个北美这边 做到成功的 做成功的 越做越好的 对 行 那谢谢大家 谢谢少友 谢谢Alan 谢谢 请关注我们一键三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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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